各位單車時代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城市宇宙自營車部門的主要負責人 我叫燕章 很高興可以在我們台中的市政店 跟大家做一些城市宇宙的相關的介紹 那我們城市宇宙其實並不只有賣單車 單車其實是我們的其中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包含非常多的戶外用品 那像是登山、露營、水類 那包含這兩三年很夯的SUP戰力士滑獎 然後獨木舟、塑溪、攀岩 然後或是旅遊、慢跑、健身 這些相關的東西我們都有做銷售 那今天想要跟各位在這邊比較特別的去跟各位介紹我們的自營車的部分 那我們車款的部分主要都是以小折為主 像我後面這一整排全部都是小折 那為什麼我們公司主要是以銷售小折為主 主要是我們希望可以去推廣4加2這種騎乘文化 就是你開著汽車載著你的小折可以到處各種旅行 那你不是純粹的騎車你也可以搭配著露營或是其他活動做一種搭配 它不只是作為運動它也可以作為通勤 所以我們公司主要都是以小折為主 那另外是小折放在家裡的話 折起來空間比較不佔室內的空間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是以人身布品為主 那明年的話一個比較重大的規劃是我們將會跟SHIMANO這個品牌做更大的配合 那明年將會引進更多的SHIMANO的車衣車褲 然後還有車鞋太陽眼鏡之類的人身布品的產品 可以供各位消費者做選擇 另外配件的部分的話 將會有更多的BROOKS的產品線進到我們城市宇宙 那可以供大家做選擇 這個是從1860年開始的一個經典的皮革坐墊的品牌 那其他不論是裝在折疊車、小鏡車、鋼管車或是泰車上都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如果對這方面經典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我們城市宇宙做更多的選購 那當然有跟大家提到我們主要的銷售車款是以小折為主 那這邊想要跟大家特別分享一下我們的台灣精品BURDY 那BURDY這台車是我們台灣太平洋所生產製造的車款 那它跟一般小折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它是一個全方位的折疊車 那很少有小折可以達到這種這個點 那它跟一般小折不一樣的點在哪裡 第一個是它車身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折疊 那它是整個都是一體式的 那它用的是Monocock的沖壓成型的技術 它的這個鋁片的板金大概只有0.2公分 就是2mm的厚度而已 然後卻可以達到這種鋼型 那它雖然中間沒有任何的折疊的設計 但是它是很巧妙的用前後避震去做折疊 那前後避震有一個好處就是 小輪鏡在高速騎乘的情況下 會有抖動的問題 就比較正 那你有透過前後避震的話 你可以吸附掉那個震動感 那你騎乘的話會更加的舒適 那這台車的話你如果是想要體驗高速的話 它其實速度可以騎到非常快 因為本身的車體的剛性是夠的 你不用擔心你在騎上下坡的時候 會感受到車架要散掉的那種感覺 那另外它再如果要騎越野領道的話 那因為它有前避震的設計 加上你的胎可以換到18吋 乘1.9吋的巧克力胎 那你也可以去騎領道 那像上次之前也有去騎過 帶著Burdy去騎大陸領道 然後去體驗那種 輕越野的那種快感 所以我這邊想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 我們的Burdy的車款 那其實Burdy這台車其實 因為它有它的一個 在小職界有一個特別的地位 所以其實也蠻多廠商幫他做 改裝品 那像我們現在看到的 車上的紅色套件 其實全部都是改裝品 那這改裝品品牌是Radia 那我們明年開始也會是Radia的總金 想要跟大家去分享這些改裝品 那其實甚至連這個小車的話 其實連大導輪 大百幣都是可以改上去 所以Burdy的話其實它是非常的具有 擴充性和延展性的 所以它也是一款非常好玩的車子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要買一台小子的話 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Burdy這個車款 那我們城市綠洲其實 並不只有賣戶外用品 那我們有賣單車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單車的時候 可以來到我們城市綠洲 那我們將會提供更好的建議 還有更專業的服務 希望盡量可以降低大家在戶外活動的風險 讓大家更勇於的去嘗試戶外活動 那希望也可以透過戶外活動 去豐富我們的生活 謝謝大家 mega 謝謝大家 這邊 謝謝大家